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没关系 超哥会用一些尽量生动的例子来解释分区的概念 首先我们来看看系统分区 我们也叫做磁盘分区 从字面上意义上来讲 磁盘分区指的就是把大的硬盘按照我的需求分成几个小硬盘 举个例子 超哥家有一面墙 这面墙非常大 空到那非常浪费 所以呢 超哥做了一面柜子 这个柜子跟墙一样大 只是超哥非常粗心 忘了把这个柜子给他分成小柜子 那做了一整面跟墙一样大 而且里面没有做隔断 这个时候如果超哥把家里的所有的衣服 帽子 袜子 都扔进去 突然有一天 超哥说 我需要找一双袜子 可以找得到吗 当然可以找得到 但是本来很简单 打开抽屉 取出袜子的过程 变成了家里所有衣服的大扫除 那么这样的话 会让我 使用这种数据和放入数据的这种效果 会大的降低 那 柜子是这样 我们的硬盘呢 数据量远要多于我们家里的衣服 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合理的规划 我们的硬盘 读取和写入效率都会变得极其极下 那么正确的做法是这样的 按照我们的需要 把大柜子分成合理的小柜子 比如说 超哥家有三口人 超嫂 我们的儿子 还有我 那么 我可以把我们家的大柜子 分成三个小柜子 规定好 第一个柜子 放超嫂的衣服 第二个柜子 放我们家儿子的衣物 第三个柜子 放我的衣服 那么 运盘也是这样 我们可以把大运盘 按照我们的需求 分成几分区 比如说 C盘放 操作 B盘放 我们的应用软件 B盘放 我们的娱乐资料 等等 这就是分区的作用 那这样的话 一旦进行了合理的分区 我们的数据的读取 包括用户进行数据读取的时候 它的效果 都会大大增加 效果都会非常好 那么 分区啊 是有一定的类型的 最早的时候 只有主分区 这一种分区 但是 主分区有限制 它最多只能分四 当我的硬盘越来越大 四个主分区 可能就不够失落 那 这个时候 我们就必须 把主分区当中 拿出来一个分区 把它化为扩展分区 需要注意的事情是 扩展分区最多 对一块硬盘来讲 只能有一个 而且 主分区 加扩展分区 最多只能分四个 也就是说 扩展分区和主分区 需要一起计算 它们两种类型的分区 加起来最多四个 而但是 扩展分区只能有一个 扩展分区本身 不能写入数据 也不能可视化 它唯一的作用 就是用来包盘 逻辑分区 逻辑分区 可以正确的写入数据 和格式化 那么 我们还是用这个柜子来看看 超哥家 原先只有三个人 三个柜子够了 可是 这时候 超哥的父母 来看我们 并且打算住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 三个柜子不够 我就需要五个柜子 可是啊 按照硬盘的限制 我最多只能分四个分区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我只能这样做 其中 柜子 一二三 是主分区 它们可以分别放入数据 但是柜子四 是扩展分区 它里面不能放入数据 也不能可视化 它唯一的作用就是 在里面再包含其他的小柜子 那也就是说 一二三是主分区 四柜子四是扩展分区 柜子五和柜子六 是扩展分区当中的逻辑分区 逻辑分区可以正常的格式化 并且写入数据 这个限制不是Linux限制 而是我们的硬盘限制 只要硬盘的结构不发生变化 这种限制依然都会存在 我们刚刚了解了分区的概念 那么柜子如果正确了分成了小柜子 也就是说硬盘如果正确了分区 就可以写入数据了吗 当然不是 我们的硬盘还必须经过格式化之后 才可以写入数据 大家注意 我们说的格式化指的是高级格式化 也就是说还有低级格式化 但是低级格式化是硬盘的操作 不是我们操作系统当中操作 不在我们的售客范围之内 我们不讲这些 那格式化是什么呢 格式化其实是 格式化其实是为了写入我们的文件系统 是为了写入文件系统 在我们的Windows当中 可以识别的文件系统有FIT16 FIT32 NTFS 在Windows当中 可以识别的文件系统有 EST2 EST3 EST4 我们散透S6.3当中 使用的文件系统 默认文件系统是EST4 那格式化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在硬盘当中写入文件系统 这样说很抽象 很难理解 我们回到我们的柜子 有了柜子 难道就能放入衣服了吗 大家想想 其实我们家里不是这样 我们的柜子还要打入我们相应的隔断 比如说这块上面这个放被子 这块的这些放一些可以叠起来的衣服 这块的这个区域呢 放入我们的必须挂起来的衣服 下面再放一些其他衣服 哎 我们家里的柜子其实都是这样 那格式化 大家就可以想象成为把柜子打入格段 只是这个格段 它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Linux当中 默认的文件系统EST4 它进入格式化的时候 它需要把我们的柜子变成一个 一个等大小的数据块 这个数据块默认的标准大小是4KB 哎 也就是说 我每4KB空间放成一个小格段 那假设我有一个数据是10KB 那一个格段放不下 这个时候 它就会拆分 把它放到三个柜子当中 三个格段当中 当然最后一个格段 只放了2KB数据 但是它本身有4KB 剩余的2KB的空间空闲空间 是不能再被其他文件占用的 当然啊 这可是为了视野图的方便 其实我们的硬盘啊 它的柜子 并没有把这个数据块 保存在同一个位置 比如说 如果是我要保存在三个数据块当中 有可能在这个里面 保存了一个4KB 在这个里面 保存了4KB 又在这个里面保存了4KB 所以啊 我们Windows当中有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叫做磁盘碎片整理 它的原理就是什么 想把保存文件的不同的数据块 尽量的把它放在一起 这样的话 更加利于数据的读取 那么柜子打格段 或者说硬盘的格式化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把我们的文件系统写入 写入文件系统 当中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按照我的文件系统的规则 把你的硬盘分割成等大小的数据块 我们把这个数据块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这个叫做数据块叫做block 其实block就是英文当中数据块的意思 那么写入了数据块 格式化就结束了吗 并没有 它还要做一些规则 比如说 我的文件放在了这个数据块当中 这个数据块当中 当我用过要想读取这个文件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我的文件当中的数据是保存在哪几个数据块当中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利用到文件的分区表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这样想象 我在柜门上贴一个纸条 纸条上写入 我的某一件衣服 放入了哪一个格段 当我需要找这件衣服的时候 每个衣服都会有一个编号 我通过这个表格的编号 查找到这个表格的 这个这个衣服的 这个数据条 然后就能看到啊 我要找的这件衣服是放在这个第三个格段当中 我就可以直接打开柜子 拿出这个格段 打开格段 拿出我的衣服 当然 放衣服或者拿衣服 不需要这么复杂 但是呢 我们的数据量因为太大 所以呢 这个表格就是必须的 还记得吗 我说每个文件都应该有它一个编号 我们找文件的时候 实际上是靠这个编号来找到这个文件的相关条款 通过这个相关条款 就可以知道这个文件放在了哪几个数据块当中 那么这个编号我们也有一个称呼 我们把这个编号 大家其实可以把这个编号想象成为ID号 每个文件都有一个 理论上来讲 它是唯一的 这个编号 我们把它称作I节点号 I字母I 英文字母I I节点 也叫做I know的号 那这就是分区最主要的工作 这就是格数R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这个大银盘 分成小银盘 这是分区 分成小银盘之后呢 不能直接使用 我还要格式化 格式化最主要的目的是写入文件系统 写入文件系统主要做了两个工作 一个是把硬盘分成一个一个等大小的数据块 同时呢 建立一个I know的列表 建立一个I know的列表 当我查找文件的时候 是通过我们的I节点号来找到这个文件的条款 从而知道这个文件保存在了哪几个数据块当中 从而打开这几个数据块 拿出数据拼凑成我们的完整文件 哎 这其实就是格式化的作用 格式化的作用 大家就可以把格式化想象成为柜子的打个断 想象成为柜子的打个断 那么 如果是Windows 我们的硬盘 进行了分区 然后进行了格式化 我们只需要给这个硬盘分区分配盘幅就可以直接进行使用 但是Linux不行 Linux我们现在硬盘分成大硬盘分成小硬盘分区 分完区之后格式化 格式化完成之后 要想给它分配盘幅之前 我还要给每一个分区起一个设备文件名 或者说我们要给每一个分区起一个硬件文件名 这里牵扯到一个Linux的重要概念 在Linux当中 所有的硬件设备都是文件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张表格 如果是ID接口的硬盘 在Linux当中用根下的第一根下的HDA到D来代表 这个根 左侧这个斜杠 是我们Linux当中的最高一级目录 也就是根目录 根目录是我们的Linux最高目录 大家可以想象成为Windows当中的我的电脑 所有的数据都保存在根目录下 在根目录当中有一个叫做DEV的一级子目录 这个DEV目录 它里面放入的所有的文件都是硬件文件 那如果是ID硬盘 我们称作HD 后面加硬盘号 如果只有一个硬盘 它就是HD 如果有第二块硬盘 它就是HDB 那如果我们是SCUS或者是SATA或者是USB的硬盘 USB接口的硬盘 在Linux当中识别为第一位下的SDA到SDP 也一样 第一块硬盘是SDA 第二块硬盘是SDP 除了硬盘 比如说我们的光区 软盘 软盘 板机 鼠标 在DV下都有它的相应的硬件文件名 我们把这个硬件文件名称作硬件的设备文件 可能不太好理解 换个说法 我们Windows是硬盘分区 分完区之后格式化 就可以直接分配看次 那是因为啊 Windows有完善的图形界面 我们就可以通过图形界面 能看到这个分区在哪 所以可以直接给它分配看次 但是在Linux最早出现的时候 Linux最早出现的时候 是没有图形界面 那我总得让系统知道 我要给哪一个分区分配看次 这个时候我们就被迫 需要给每一个分区或者硬件设备 起一个文件名 其实这是超高度转 是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我这么解释 其实我们就需要知道意思 Windows是分区格式化 分配盘幅就可以使用 但是Linux多了一步 它是在分区格式化 在分配盘幅之间加入了一区 必须给你的分区建立设备文件名 然后才能分配盘幅 才可以使用 那这个设备文件名是固定的 系统自动检测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能够看懂就可以 比如说 HDA代表ID硬盘接口的第一个硬盘 HDB代表ID硬盘接口的第二个硬盘 SDA代表SKAS硬盘接口的第一个硬盘 还要给我的分区也要分配盘 分区文件名是这样的 在硬盘文件名后面直接加分区号 也就是说 我刚刚说HDA代表ID硬盘接口的第一块硬盘 HDA代表SKAS硬盘接口的第一个硬盘 那么1就代表这个硬盘当中的第一个分区 一次类推 第二个分区就应该是SDA 第三个分区就应该是SDA 换句话说 硬盘有设备文件名 分区当然也应该有设备文件名 分区的设备文件名就是在硬盘的设备文件名之后 加入数字1234 这里有一个重要概念 什么是ID硬盘接口 什么是SKAS硬盘接口 什么是SATA硬盘接口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宽宽的口 就是ID硬盘接口 这是硬盘的一种接口 它们最主要的区别是传出速度 ID硬盘最古老 这种硬盘理论的最高传出速度是 每秒钟133兆币 那如果是下一代 跟ID硬盘接口同时代是SKAS硬盘接口 这种硬盘接口 它更加昂贵 它的速度要比ID一块 理论传出速度能够达到每秒钟200兆币 但是这种硬盘主要用在服务器上 原因它更加昂贵 其实这两种硬盘 不管是ID硬盘接口 还是SKAS硬盘接口 现在已经基本好了 我们现在使用的最多的是这种小口的 看 这个小口的 SATA串口硬盘 SATA硬盘接口 现在已经发展到SATA1 SATA3代 SATA3代理论的最高传出速度 可以达到每秒钟500兆币 那么目前不管是服务器还是个人机 我们使用的硬盘接口 一般都是SATA硬盘接口 所以 所以 我们现在在Linux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的最主要的硬盘识别出来 都应该是SDA1 SDA1 很少会再看到HDA1 HDA1 包括我们的虚拟机模拟的硬盘接口 也都是SATA SDA接口 所以 大家知道 这个硬盘的 分区的文件名 分区的设备文件名 也是系统自动检测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看到它 知道它 代表哪一个硬盘 哪一个分区 就足够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分区 用我们的柜子来看看 刚刚的柜子 我们并没有写分区号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 这就是SDA1 这就是SDA2 这就是SDA3 这就是SDA4 这就是SDA5 SDA6 还是很简单的 那 换一种分法 刚刚的柜子 我们是第一个柜子 我们把这个柜子 称作第一块硬盘 也叫做SDA 那这个第一个分区 就是SDA1 但是 我们更习惯的分区方法 是这样 假设我这块出现了 另外一个硬盘 STB STB呢 采用了这样的分区方式 分一个主分区 也就是STB1 再分一个扩展分区 也就是STB2 大家发现了吗 这个逻辑分区 是从STB5开始的 为什么 很简单 一二三四 这四个分区号 只能给主分区 或者扩展分区使用 就算我一个硬盘当中 如果没有分够四个分区 我的逻辑分区 也不能占用 一二三四 这四五分区号 那也就是说 不管你如何分区 任何情况下 这个五分区都代表第一个逻辑分区 不管你怎么分啊 你看上面这种分区 看五是不是第一个逻辑分区 下面这个 看只分了一个主分区 分剩下的分称 扩展分区 那么这个逻辑分区 它也识别为SDB5 这是系统自动识别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知道它代表什么含义 并且能看懂就可以了 这就是分区表示 比较特殊的就是 这个逻辑分区 它永远都是从五开始 永远都是从五开始 那么有了分区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吗 还少最后一步 这一步就是我们说的 给它分配盘幅 当然我是为了便于理解 我才给大家说 这较为分配盘幅 那是Windows当中的称呼 在Links当中 我们把它称为挂载 我们把给我的分区 分配盘幅的过程 称作挂载 我们把这个盘幅 叫做挂载点 换句话说 盘幅是Windows的说法 Links当中 应该说是挂载点 也就是说 给我们的分区有了 我们需要正常使用之前 还必须给分区指定一个挂载点 才可以正常使用 理一下这个关系 先要干嘛 把大柜子变成小柜子 也就是分区 分完区之后呢 接下来需要格式化 格式化完成之后呢 需要给每个分区 需要给每个分区 起一个设备文件名 最后只要给它写入我们的挂载点 其实就可以理解为盘幅 这个分区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哎不过啊 这块跟Windows不太一样 Windows是拿CDEF这个字母来作为盘幅 但是我们Links当中呢 是拿空的目录名称来作为盘幅 理论上 任何一个目录都可以作为盘幅 当然这是理论上 有些目录不可以 我们后面讲 我们后面讲 那对于就算讲 必须要作为分区的有两个 一个是根分区 哎 根分区是最高一群目录 如果给根不分区 我们剩余的数据 很多数据就没有地方可写 所以根必须要分一个分区 还有一个分区 我们把它叫做swap分区 我们也把它称作交换分区 这个概念很难理解 换个说法 swap分区其实就可以理解为虚拟内存 也就是说 当我的真正的内存不够用的时候 可以拿这部分交换分区的硬盘空间 来当内存来用 理论上来讲 我的交换分区应该分内存的两倍 也是说内存如果是一个Gb 我的交换分区就应该是两Gb 但是最大不超过两Gb 原因很简单 虚拟分区它到底不是真正的 虚拟内存它到底不是真正的内存 如果你给它给个再大 它也不能取代内存 当它达到两Gb的时候 如果再给大 只会占用我们更多的印象空间 但是对我们的系统 不会产生更多的影响 所以最大不超过两Gb 那这两个是必须分区 如果不给它进行分区 我们的Linux是不能安装 只要有这两个分区 Linux就可以正常使用 就会正常安装 但是我们推荐把布置目录 翻读进去 因为很简单 任何一个操作系统要想正常启动 都必须有一定的空间空间 那如果我没有给布置单独分区 我所有的数据都放在更分区下 这个时候呢 万一我把更分区写满 我的Linux系统就有可能会起步起来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一般都会把布置这个目录单独分区 那也就是说布置是专门用来保存启动的时候需要的数据 布置分区不用太大 200兆币就够 写完之后呢 我们不再往这个分区当中写入任何数据 那它永远都会有一定的空间空间 这时候就算我把更分区写满了 也不会影响Linux系统的情统 所以啊 布置虽然不是必须分区 但是一般的Linux服务器当中 布置都会单独分区 都会单独分区 那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情 Linux的文件系统结构 我说了 Linux当中 更分区是最高一级目 在更分区当中保存一级目录 在一级目录下保存二级目录或者二级文件 那这里啊 跟Windows确实不太一样 Windows是什么 C盘B盘B盘是并列 但是我们Linux是这样的 更分区是可以单独分配一个次盘空间 假设我给更分区分配SDA3这一部分 硬盘空间 那也就是说 我往更分区里面写入数据 都会放在这个里面 但是 我可以给更分区下的某一个子目录 单独拿出来 给它指定独立的硬盘空间 那也就是说我如果往更分区下ETC目录当中写入数据 实际上写入的是这个硬盘空间 我如果是往boot 更分区下的boot目录写入数据 实际上写入的是这个硬盘空间 如果往home目录写入数据 写入的是这个硬盘空间 那也就是说 从Linux系统上看 boot目录 控目录都是更分区的子目录 更目录的子目录 但是从硬盘上来看 它们可以每一个目录 都有自己独立的硬盘空间 这个可能跟Windows不太一样 我们说Linux到底是一个独立的操作系统 不可能所有的内容都跟Windows一样 如果所有的内容都一样的话 它就是一个操作系统 这个地方我们说 大家只能适应的 而一开始的时候确实很别人 没关系 我们一会儿啊 我们把它好好的分下去 一看其实没那么难理解 只是讲概念的时候 有时候不太理解而已 好了 总结一下 我们本讲讲了一下 Linux的分区的方式 首先呢 我们说分区是把大硬盘变成小的分区 有了分区之后 我还要格式化 格式化的目的是为了写入文件系统 当然在写入文件系统的同时 会附带的把硬盘当中的数据清空 所以很多同学会有这样的错误概念 格式化就是为了写入清空数据 其实不是啊 它是为了写入文件系统 有了格式化完成之后 还要给每一个分区都起一个设备文件 最后给它建立一个挂载点 给每个分区分配一个挂载点 这个挂载点必须是目录 必须是目录 而且这个目录必须是空目录 才可以进行挂载点分配 有了这样的一些操作之后呢 有了这样的一些操作之后呢 我们的分区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好了 这是本节的内容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后续的兄弟联Linux 配套视频教程 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西说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